新冠肺炎阴影持续笼罩意大利 民众外出时都会自动自发戴上口罩 就连平时人潮汹涌的火车站 人数都大大减半 通勤人员也积极为火车上的设备消毒 镜头转到疫情同样升温的伊朗 在东部城市马什哈德 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全副武装地 在清真寺外展开一系列的消毒工作 而在首都德黑兰的街上 民众则是纷纷戴起口罩和手套 做足防疫措施 新冠肺炎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蔓延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却认为 目前大部分的确诊病例 还追踪得到并发源头 所以各国都还有机会阻止病毒蔓延 不过务必要加快脚步 做出实际行动 我们的疫情组续续续续续续续 我们现在增加了我们的测试 和疫情的影响 和疫情的影响 尽管如此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现在还没有研究显示 新冠肺炎的病毒 会在不同环境下发生基因突变 而他们也正努力研究疫苗 目前已经开始进行临床实验 相信实验结果会在几个星期后出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